因为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 终将有一天会被开采殆尽 未来电动车将是我们要发展的重头戏 各大公司各是看到了电动车的良好前景 纷纷开始在这个领域大展拳脚 这部特斯拉于北京时间2017年11月17号 推出了首款电动重头车特斯拉Semi 特斯拉的Semi在外形上除了基本上的车型外 还推出了Founders Series车型 它的外观拥有流线型的造型设计 看起来流畅平滑 它的细节非常少都是因为考虑到风阻 所以它的风阻非常低 只有0.36的风阻系数 整体造型非常的创新 在动力配置上 它搭配了autopilot 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还有自动刹停车道维持 前方撞击警示等功能 前边的挡风玻璃是高强度抗爆的玻璃 展现了特斯拉注重安全的企业文化 并且还为Semi提供了100万英里的保固 在价格方面 原先的时候特斯拉表示 基本车型的Semi定金在5000美金 在近日改为2万美元 但是Founders Series车型 不但基本车价提升到了20万美元 定金也规定必须要一次性缴足20万美元 人民币大约100多万 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说 什么手给都是一样的 特斯拉的Semi 有望在2019年开始量产 具体销售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